來認識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叫做超級細菌 知道嗎 你都知道嗎 我見得殺死我 其實這是超級細菌 我告訴你 你真的真的要小心 不要認為什麼是抗生素就沒什麼問題 現在已經是醫界的秘密 其實抗生素不快沒效 幾乎沒效 所以千萬要先保護好自己 你不要生病 我告訴你 等一下看幾個數據 你們真的會嚇一跳嗎 2016年喔 在2016年的時候 全球有70萬死於抗藥性的疾病 就是那個藥沒有效果 是這樣 70萬多不多 很多 然後到50年喔 到50年喔 每3秒就有一個人死於抗藥性 每3秒耶 1 2 3這樣就這樣 然後呢 可不可怕 可不可怕喔 所以現在大家來學這個喔 他不在啦 他講他不在啦 他不在啦 還要三十二年 喔 也不信喔 這樣喝果汁也許就變成這樣 還想活兩百歲的 所以 所以你看看你們這時候來學這個 就很重要的 我告訴你真的藥沒有用 所以你們要靠自己 所以這個數據太可怕 每3秒就有一個人死掉 譬如說1 2 3是一個癌症 像1 2 3是一個互抗藥性 然後呢 其實在1928年 人跟細菌的戰爭已經開始 已經有80年的歷史 那英學科的英國科學家 柏蘭敏意外在細菌培養體當中 發現了抗生素 就是說這些細菌其實已經產生抗藥了 這些細菌裡面也吃了很多抗生素 在細菌裡面發生抗生素 所以為什麼產生抗藥性 然後呢 人類的醫療 邁進了心理理程碑 人已經不再簡單的小傷口 然後就很難人死亡 那一句話告訴你 超級細菌是什麼 當一個細菌用三種抗生素沒效 那就是超級細菌 超級細菌 他說那個醫生不是一直跟你換嗎 欸 用上嗎 對 吃到金鎮 抗生素也不可以吃太長 那有五天 他給你五天 那也五天 十五天 其實照樣子你要吃到完 你再不再吃的話就要吃到完 那你就產生抗藥性 人家說啊 我吃一下幾天好 我就不吃了 然後如果你這個抗生素沒效 那再給你太第二次 再沒效 第三次你千萬都不要吃了 那個藥一定要重 那是超級強的 那你絕對不見得救得到你 反而是你的免疫系統會破壞掉 所以這種只要三種以上的抗生素沒效 就叫超級細菌 然後呢 其實細菌也是一種微生物 病毒其實也是一種微生物 那這種事要顯微驚嚇 放很大倍數才看得到 那有些細菌對人類不害 像比如乳酸菌有沒有 乳酸菌是好的 其實我們體內有很多菌是好的 那可是你吃那些抗生素之後 把它打壞掉了 我們本來是身體系統已經從人類開始 它就是跟微生物是共存的 只是說濫用化藥物 你把你的好的微生物破壞掉 所以它沒有辦法去保護你 然後呢 那即使哪些情況被感染 大家都知道感冒 中腦炎 肢氣管炎 肺炎 尿道炎 傷口感染這些 蜂窩性體液 這些大家都知道是被感染的 可是呢 當人類受到細菌感染的時候 當然是抗生素嘛 抗生素治療的時候呢 有些細菌被打死囉 嘿嘿嘿 好多排在那裡喔 你不知道 打死掉幾個 包括這幾個不得了 你讓它存留著這幾個不得了 嘿 你看 欸 交流一下 就很多不是壞的做犯罪人去被關對不對 關出來變更大條 大在交流 對不對 本來小小的壞 變得大大的壞 有沒有 所以細菌也是這樣子 他也很聰明喔 然後呢 為什麼現在的抗生素 很難殺掉超級細菌 因為現在的護性天者嘛 他很強 所以他沒有被打死嘛 所以呢 這些超級細菌是越來越普遍 然後他的抗生素幾乎 因為已經來不及啦 我跟你講 這些細菌病毒變形了 比你抗生素藥物來的還要快 你怎麼對付他 所以說已經 抗生素已經我們改不及研發出來 然後三大光卡 有哪三大光卡 養出最多的這些超級細菌 從哪些地方最多 一個 醫院 醫院啊 那個細菌 那個細菌 那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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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 最容易養出超級細菌 所以去醫院的時候一定要帶護照 然後進去的時候要洗手 出來的時候一定要洗手 確認把身體都全部把它消毒過一遍 不然這個地方是培養細菌最多的 然後呢 其實現在醫生 有一個好醫生 現在醫生很為難你知道嗎 你要開抗生素給他 好好開一開一分鐘就解決了 可是你叫他不要吃抗生素 你要給他檢視一個小時 為什麼 你病人就問你 醫生 你怎麼不開藥給我 你要跟他解釋 你的藥怎樣 你要跟他解釋一個鐘頭 你想這醫生有時間嗎 沒時間啊 對不對 所以說 那很為難 醫生開藥給你就可以出去 一分鐘就可以出去了 可是你要跟他解釋這藥不能吃 要講生酒 所以美國看醫生很貴啊 你要約時間來嘛 我一定要看你的狀況什麼 可不可以開這個藥啊 這個藥能夠作用啊 什麼什麼的啊 他最近有一個朋友啊 他的以上已經沒有空分了 總的已經沒有空分了 然後呢 他們就在問說 諮詢說 要不要開刀 開刀 還說開刀好 然後他說 蠻嚴重的啦 開刀 那有沒有後遺症 後遺症要講一個鐘頭 後遺症要講一個鐘頭 那有多少後遺症啊 後遺症要講一個鐘頭 那有多少後遺症啊 後來他們出來說 不開了 不開了 然後回去喝果汁 然後喝果汁吃蛋粉 然後到一個多月 然後他們就想說去看看 但一個月不可能嘛 這樣好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去看的時候 我就盯著那個螢幕喔 做那個盒子控制喔 就盯著螢幕 哇 不但沒有變小 變大 你看人會緊張 八公分耶 很緊張對不對 就心裡想說 我那朋友會很緊張 可是我看到有一點喔 他原來是這樣很紮實的六公分 那圓滾滾的這樣一球 可是現在八公分 就好像雞蛋這樣打掉 不規制 所以癌症 當你有在做這樣的自然療法之後 營養素下去之後 他會先變扁 變寬 所以你 scan的時候你是變大 所以你看他的花 反正是透過去的 紮實的 像是像蛋花一樣這樣打開來 然後心裡想說 他會不會變下癌 結果他老實在在喔 我們就出來了 出來了說 走走走我們去吃飯 我心裡想說 他還去吃飯喔 他回下來已經是莫及了莫及了耶 他說走走走我們去吃飯 他就去吃飯吃飯吃飯 他就看了他的表情 我心裡想說他緊張的時候 再跟他解釋 結果呢 他就在那邊吃 他吃飯吃飯吃飯 你有狗人被打狗人 打了看了透明 他自己也看到了 已經把他打散掉了 你看我們那個花肯種瓜有沒有 種瓜不是有土對不對 一段時間之後 土變扁了有沒有 變少對不對 你再把他用圓錶把它弄弄弄弄 那土是不是鬆了 是變大了 面積變大 所以你明白這個意思了 有沒有 所以有時候包括減肥也一樣 有些人到胎子突然間 他的褲子床穿不下 他病人比較臃腫 但是院子翻打散 然後之後再縮起來 之後又好 所以呢 腫瘤細胞也是這個概念 所以說萬一如果說他們有癌症 腫瘤喝了之後有這種現象 不要緊張 這樣明白喔 不要緊張 這些歷史你就知道 他會先變扁變寬 然後慢慢再打掉 然後再來 你的腫瘤行怎麼一二十年 你也不要說一二十年就把它削掉 啊怎麼喝喝還沒好 怎麼喝喝還沒削掉 那你大概需要二十年 然後再來另外 藥房有沒有 班長喔 班長大任是 我們宜蘭郊西六十年 開藥房六十年的歷史 他們就來來去看到很多人來拿藥對不對 一天到晚那些奧巴桑 我們上來就在派拿藥拿藥拿藥 心臟有時候你看那些抗生素那些藥 他們藥抗 有些人去他們那邊喔 然後他媽媽就問他說 你有沒有去抹抹醫院 你那個藥房買過藥 他說有 那你說你不要來我們家買藥 為什麼 因為那家藥是重的 那你知道這邊一定沒效嘛 對不對 他們這邊是講求良心藥房 他就這樣講求盡量不要吃那麼重的 慢慢慢慢這樣子正確的做法 那邊的話反正就搶生意嘛 所以有些人說 那在診所 哇 你一個人都還沒治療 治療兩三天就好了 那是很可怕 現在知道 不要說你感冒 像你免疫運作 你可能要幾天之間多 其實都算喝開水就會好 然後除非說你這些很多細菌 很多病毒已經開始在你產生 所謂的超級細菌 然後呢 還有一點 你想像到 好啊 這抗生素啊 我不亂吃抗生素啊 可是你會吃牛肉牛排 會不會吃豬肉 會不會吃雞肉 會不會吃雞肉 糟糕 這些打了抗生素 是我們兩 我們身體的兩三倍 我們還是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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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吃雞肉 還有 剛剛還有吃雞肉喔 雞肉豬肉 如果不要吃雞肉 你吃吃在水果也是農料 對啊 然後那個 有一次喔 有一次喔 有一次我們台灣 就公司那邊有人在集合說 誒 我們去買那個洋橙木大夹蟹 不是很好吃嗎 現在盛產喔 開始有夠訂夠對不對 然後就 我一伙伴去訂了十隻 我說你買了嗎 買了 就不好意思 他就買了 他買了 來的時候我說 吃了沒 他說 沒有 我送給我朋友 不過我將他丟六隻給我 我去他家一起吃 我說 喔 然後呢 過一陣子問他說 真的沒 他說 我那朋友把我十隻吃掉 十隻吃掉 好 我說 然後呢 然後呢 他說 差點是剩 很恐怖耶 人好好的 人好好的 吃了好的 因為那裡面 你看大家那個 養生的那個 養生性的藥 做多少 因為是亂七發達的藥 為了賣相 為了那些糖尖 好可怕 你知道嗎 你吃一隻兩隻沒關 像我們那樣 一肉吃一樣 不會很亮 太多了 吃那麼多 所以真的差點洗腎 你看 我心裡想說 你可吃幾隻 那幾隻這一個就算 不是 那個攤嘴的他吃掉 他真的差點洗腎 所以你看看那個 我們除了我們自己 平常看醫生小心 可是你看這些很壞 這些續物業 不過通常來 不可能一切吃那麼多 說那太誇張 一種要吃十隻吃黃蟹 以後你們有黃蟹一個人吃 不要那麼貪心 一個人吃十隻 所以黃蟹黃蟹 幫你吃看 然後呢 然後我們講 因為這個超級戲劇 就是有病 要看醫生 不要斷去拿怎樣 然後呢 如果你真的吃了 你就可以療法吃完 不要中午停下 然後呢 進出醫院 記得要保護自己 勤洗手 然後呢 戴口罩 然後呢 再來就是 最重要的 抵抗力 最重要的 生病 生病 非常好 不要忘記 好好休息 悶出汗 多喝點水 這樣就過了 然後呢 大家你看 在2014年 美國疾病管局發佈一個集訊 超級戲劇已經入侵不可避免 當時CBN電視台報告 對抗生素產生抗藥性的細菌 主要是醫生過度使用抗生素 還有食品公司為了很多加醋 加請太多的抗生素 那這問報告同時說明了抗藥性的細菌的方法 什麼的方法 就在各方面喔 避免感染 這是最好的方法 勤洗手 同時要強化免疫系統 然後要足夠的睡眠 然後吃什麼 富含營養素的蔬果 還有健康的油 減少吃加工的糖分 還有同時多少壓力管理 就是最好的自我保護 我把用紅色標示出來喔 這些才是你真正的自我保護喔 然後你看下面這一段你看 求神四下智慧 都已經講到這樣子囉 然後呢幫助醫界找到好的 超級消滅細菌的藥方 不要再玩了啦 已經玩了很久了啦 就是產生才已經養出這麼超級細菌了 你想還能夠發明什麼湯正處嗎 對不對 所以你躲在這標題的保證 求神啦 是四下人 就是我跟你講 真的自己好好保護自己 然後你看 真的是太恐怖了 你看超級細菌已經不要一定口懼 你看全台灣都有 新疆也都有 然後你看看接下來 2015年產生抗藥性的細菌喔 預計的死亡人數歐洲有39萬 亞洲473萬 非洲115萬 大洋洲2.52萬 拉丁美洲39.2萬 美美洲是31.7萬 你看這麼多人 接下來你看這個數據喔 我們就覺得癌症很恐怖 很恐怖對不對 可是你看死於癌症喔 才820萬 然後竟然超級細菌1000萬 死於超級細菌毛比癌症多喔 這個數據是你們不知道的 所以現在講出來給你們聽 不要認為說抗生素有效的 這個是大家要有危機意識 好剛剛那個超級細菌先給你們一個簡單 讓大家有一個提醒 接下來講一個現在大家最嚴重的問題 因為資訊爆炸的時代 電腦咻什麼資料咻一下 全部都很容易就 以前我們要去找資料看書 圖書館找資料什麼對不對 然後什麼資料還要送到你家 就什麼什麼這樣子去查資料 現在電腦一打Google 是不是全部都知道 什麼事情速度都很快就對了 買個東西按下去明天就到 所以那個壓力 壓力實在壓力太大太大 而且我想講新加坡真的 因為處於在那種密集 大家都很接近很近 然後大家都什麼事情都是競爭 所以超重的壓力產生 視率神經失調 接下來這是我一直常在講的 可是大家卻不知道 這幾年來發現到 因為視率神經產生的疾病 幾乎難化所有的問題 那結果剛剛講到 抗自由基 就是自由基 是其中的細胞破壞 另外就是一個就叫 視率神經失調 所以現在很多人有沒有 就是殺人有沒有 就跳樓的有沒有 然後就聽到脾氣很壞的有沒有 所以這幾乎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就是說真正因為跟這個 這個神經失調的關係 還有很多人有這種睡不到 失眠的 然後呢 再來就是口光 尤其很多女人喔 跟她一起之後喔 慢慢的欸 我敢駕車了 然後呢 後來就是坐在電梯裡面 唉唷好可怕 然後突然間清晃晃 我天氣真的黑掉了 其實那是孔光症 那是孔光症喔 然後呢 再來就是那個焦慮 這些都是因為這裡神經失調 然後再來是更年級 更年級的 嚇熱 然後一下子心跳 一下子呢就是憂鬱 總統這些都是更年級的問題 還有股質疏鬆 膽固就一直飆高 我跟你講喔 現在年紀大了喔 那這就是不要吃太清淡 以前的觀念 年紀大了吃得清淡 你錯了 那是越早死 為什麼 因為年紀大了 你還多營養 不是早點走 那其實很多擋過水是因為 課膜太低的時候 你肝臟一直製造擋過水 所以跟你吃東西是無關的 所以你補充了這些雌激素進去 就像果汁裡面很多雌激素 你補充進去之後 他就不會知道什麼 他就會平衡掉 所以問題要解決掉 要問題要知道在哪裡 結果你擋不準高的時候 醫生給你吃什麼 像擋不準的藥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一直吃錯了 擋不準也沒降 然後反正是什麼 擋不準的藥有很多的副作用 很膏膜溶解 肝臟問題 對不對 有沒有解決啊 還有等我講那個藥 很多很多藥的那個內幕 你會覺得很恐怖 還有什麼內分泌的系統 其實現在這個內分泌 已經不是我們年紀大一點 更年齊什麼那些問題 還包含什麼年輕女孩子 年輕女孩子 那月經要來之前就痛得不得了 都已經知道 都已經知道月經要來了 然後就請假 那有什麼什麼什麼 那叫什麼假 那叫什麼假 那個月經來那叫什麼假 身體那叫什麼假 身體假 身體假 對身體假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我們差不多叫你們身體假 還有什麼身體假 不過說真的 那痛得要命怎麼上班 就跟他累了 你就知道來了 對 然後班就怎樣 那你就算 問題你們不能生小孩 不是問題 以後你們不能生小孩 你說啊 身邊就沒有很多不會生小孩對不對 這就是整個那個混亂 還有問題 你壓力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動情激素 會增生一直一直 他沒有辦法正常排掉 然後你在裡面增生 增生在子宮裡面的人 增生增生然後之後內膜 然後發炎 發炎之後發炎之後發炎 到後來變成子宮內膜 現在這種情況越來越多 因為他人本來是在月經來 第13天那動情激素是在250 結果他一直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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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接下來就吃雞乳化 吃雞乳化 所以壓力也從一造成瘋癌 造成腸超癌 這樣知道 所以壓力是一個很大的殺手 還有女孩子很多在結婚 或者壓力很大的產生 甲狀腺抗性之後 因為他剛結婚 要照顧老公 要照顧小孩 然後甲狀腺抗性 如果你不管他 都會來變成甲狀腺癌 很多 然後呢 再來就是免疫系統 這幾年來越來越多 因為免疫系統的問題 然後去供給你的皮膚 然後供給你的皮膚 你只吃抗主治安的藥 吃消炎藥有用嗎 沒有用 有吃有效沒有吃沒有效 所以呢 產生異位子 皮膚也一直一直嚴重 然後同發腺囊腸 乾燥症 皮膚乾燥症 不止皮膚還有沒有口水 然後包括有些子宮陰道 電腦乾燥 種種種這些都有 然後其實這裡神經 就像一個敲敲板一樣 我們白天是膠板神經 晚上自負膠板神經 所以白天就是 精神很好 胖不要工作對不對 晚上是要睡覺 要放鬆 所以現在人呢 晚上打電腦 搬來玩遊戲 搬就是那個Facebook 搬來打電腦對不對 所以你晚上也沒有休息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平衡過來 所以其實有時候為什麼要 去泡熱水澡 然後為什麼要去按摩 然後聽音樂 就是讓你護膠板神經三 去平衡它 然後呢 當你壓力大 壓力大的時候 你這些膠板神經之後 一直醜一下 像橡皮筋這樣一直打著 所以呢 有些人就是覺得 好像那個吃不下東西 好像胸口悶悶的 種種這些 讓你覺得說是這種 隨時那種身體是這樣 好像見證權這樣 一直要發炎這樣 然後呢 所以呢 身體有兩種的 就是控制那個神經的 一個就是腎上腺素 一個就是以膝帶點 這些呢 都是要讓你去控制到剛剛好 可是呢 你看喔 有些人喔 心跳很快 有些人心跳很慢 心跳很快那是於交換神經 那是負膠板神經失調 那有些呢 血壓很高 那一直交換神經 有些血壓很低 那是負膠板神經 所以你血壓很低 然後就一直去補血 那血有什麼關係 這樣知道嗎 但是平血血紅素不夠 如果你是有時候是血壓太低 那是因為你那個 血壓不是收縮壓 高血壓 就是上面下面對不對 高血一直收縮壓 舒張壓 收血壓 舒張壓 這樣子這樣控制 血液帶動到全身對不對 結果呢 這樣 高血壓 低血 鬆掉了 它就通掉了 它沒有辦法擠壓 那個血管鬆掉了 你想想血管鬆掉了 跟硬掉了有什麼差別 有什麼 會代表什麼意思 血管是不是把血液這樣一起 一起 推動推動推動走對不對 那你這次血壓變得太硬了 它血也不容易有動 太鬆了 它也不動 所以昨天不是很多人會想 我全身通通通不舒服 然後呢 就覺得好像吸不到氧氣 然後呢 什麼什麼的 然後頭痛 其實我想說穿了 其實就是講 它的血管 它的血液不流 像水溝有沒有 水溝不流 水溝不流 會怎樣 發臭 就不發臭 血液一樣啊 如果你血液不流 是不是會發臭 會連掉對不對 就缺氧啊對不對 就剛早上給你們看那個片子 就是很多的連 血液都連在一起啊 然後呢 有些心跳很快 有些心跳很慢 有沒有 你注意一下 你說你沒有壓力 你自己摸摸看 昨天那風格講 他沒有壓力 結果我摸他的 他的心跳已經到一百 風格講沒壓力 我們正常多少 七十多 七十多 大概在七十左右嘛 大概六十五到八十 大概幾十多 對不對 你摸摸看啦 如果這樣又九十八以上 你常常這樣你的心上 砰砰砰砰 是不是我這樣車子二十四小時 打你會壞掉 提早摔解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正常我們的胃 是消化 是這樣消化消化 然後下去嗎 胃然後小腸然後大腸對不對 那結果 會吃到逆流 你打嗝會吃到逆流 那是怎樣 那是腹膠癌疾病的問題 那變應該往下變往上 結果你一直吃味藥有用嗎 那是神經性的問題 然後是味道 反正是你餵 變成弱解性的時候 以後變成你吃進去 總有細菌嘛 像我當上吃可能有細菌有什麼 它會去把它破壞掉 會去把它殺死嘛 然後有胃酸可以去分泌 就是可以去消化這些東西 結果你變了 胃弱解性的 你怎麼消化食物嘛 所以以前講的 胃藥有病治病沒病強生 所以胃藥不要亂吃啦 胃藥不能吃的 這樣知道嗎 那個是當你的胃變成弱解性 你的食物沒辦法去消化 細菌沒辦法去消化 把它消除掉 所以就是這樣子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個 那天是誰跟我講的 白天都好好的 晚上的時候就一直想要尿尿 一直想要尿尿 就是因為這個 附加板整天問題 它變成晚上只給它收縮 收縮 它就想尿尿 如果沒有尿 就一直想尿尿一下 所以這個是集中的問題 但有些女生啊 因為生小孩嘛 子宮會比較下垂 她壓迫到膀胱 那可能就想要尿尿 還有有情形就 它咻 就尿出來 有沒有 那就是我們膀胱那個過約肌 太鬆了 太鬆了 它就沒有辦法控制好 所以就打個噴嚏 或者你就是想要吃 想要尿尿 想要尿尿 就是因為這個鬆掉 還是很歸就一種 治理神經 還有呢 治理神經失調的時候 你知道會產生多少的問題 在頭腦有什麼 頭暈頭痛失眠 並疲倦 茶都沒有問題 可是就是不舒服 這些問題 還有呢 就會老是覺得 胸口一個石頭壓著 然後呼吸不順 檢查光也沒有問題 肺也沒有問題 然後呢 心臟老是亂跳 胸痛 血壓不穩定 心臟檢查也沒問題 然後呢 消化道 餵食道內容 腹脹脹的 然後吃下去 總會拉肚子便秘 這些也都有可能是 治理神經問題 還有不然就是 一直想要尿尿 這個也可能是 然後呢 再說皮膚癢 容易出油 掉頭髮子 然後呢 肌肉容易碼 關節痛 肩頸 然後 口肝舌道 嘴破 耳鳴油彈 喉嚨覺得卡卡的 月經異常 性功能障礙 焦慮憂慮 這些其實都是治理神經問題 那這些問題呢 會一樣一樣一樣跑出來 我之前在馬來西亞 有某一個地方 就看到他所有 我就問他 因為他很嚴重的 然後他如果找不到醫生看來 之後呢 我就拿這張表面來看 他見證的東西 全部都有 好恐怖 難怪 欸那個很年輕欸 那個頂多三十幾歲而已 他看到小孩子也 原來他老公太好了 他老公真的太好 小孩子也照顧 要照顧他 到處帶他看醫生 然後來找到我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他的問題 從此以後全部已經解決 他不然已經看了多少 醫生看了多少 都花了多少錢 因為都補罪方向 對不對 其實有時候 你知道哪裡問題 你只要去那邊 那邊漏水嗎 彎掉就好 你就是因為老是不斷漏水 所以一直厚水 所以後面一直燒水 燒水燒水 沒有用嘛 對不對 所以今天就讓你知道說 其實很多事情去判斷 判斷說為什麼 有時候你們來諮詢的時候 我為什麼怎麼講到那麼準 對不對 有人就說 唉唷你會善病喔 齁 大概就知道 其實你先問就先選 我就知道你的問題 然後呢 那其實 至於神經就是在現在大壓力之下 所產生的一個現象 我告訴你 這段時間有很長一段時間 在警告你 頭痛啊 胸悶啊 親家很快啊 親家在警告你 講出來警告你都不管他不管 你也搞不清楚啊 然後呢就病得出來 到時候你沒完沒了 你看醫生花錢 有比較省錢嗎 就喝果汁那麼會 唉唷來上課 唉唷這樣這樣 沒有時間 我要加班 我要上班 我要什麼樣的 我跟你講 你這樣子替你省錢 要省時間 你知道了 你可以幫助到你很多 所以呢 你在沒有真正病之前 在啞健康的時候 你就可以回顧到完全健康 那當然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也都有到 就算PIN的話 可是你要花更多的錢 更多的時間 來把它找回這些健康 好 接下來就講到 好 接下來開始講 開始講很多的病 來大家注意一下 現在最嚴重的很多 跟自己免疫有關 現在這個問題已經 蔓延到全世界 有哪一些 一種就是說免疫疾病 蔓延到全世界 就是這種病 一旦發作了沒有藥可依 只能想辦法控制 沒有辦法治療它 因為它是由我們的免疫系統的 它的發動的戰爭去攻擊我們自己 所以類似像紅邁信長艙 紅邁信長艙大家知道 可是叫什麼叫克隆市政 大家知道嗎 克隆市政也是免疫系統去攻擊你的腸子 腸子破洞 你知道前不久有在那個馬來西亞那邊 有一個老天晚上給我 那小孩子才七歲 腸子一直破洞 一直破洞 你拿個真心給他摸起來嗎 拿真心給他摸起來嗎 他沒有上腦子的破洞 對上腦子的破洞 其實是免疫系統去打自己 把你腸子穿動穿動的意思 穿動穿動穿動啊 克隆家會脖子要走 就因為免疫系統 他已經搞不清楚自己打自己 所以腸子一直破洞 這叫克隆市政 現在克隆老師怪糖尿病 就是家屬遺傳的 其實糖尿病現在也有很多發現到 是免疫系統去攻擊去打你的一仗 打到你一仗打壞掉之後就糖尿病 然後呢再一個是多發性硬化症 等一下後面會講到 多發性硬化症 這個人工經理關節炎 纖維肌肉肌痛症 像我們的創辦大東阿樂 就發現到這個 他從猴子身上發現到 這種纖維肌肉痛 好像不是藥 後來他發現到 是給他某種營養 就這樣灑一個濕透 西有沒有 東西南北西 一般的念西是叫念灑對不對 然後呢他說 他就覺得 好像是給他這些營養他就好了 所以當初等一下他為了這個 美國政府打官司 他跟他講說 不是吃這些藥 是吃這個營養才對 不過我那時候政府那些官員 看他都說 這是什麼理論 哇 還通通通通 他之前真的差一點 他的工作都沒有難到 所以剛開始的 可是他就堅持他自己的營養 堅持到後來現在贏了 所以像美國政府 原來聘請他 作為國家很重要的 營養的一個部位之一 他就研究到什麼營養對什麼 有幫助什麼 缺少什麼 像很多男孩子為什麼 服育對不對 他就因為他的精醜 那種鍛鍊 那就是缺少心 對不對 包括缺少個離子 那個離子也會當成糖尿病 缺少個離子 女生也會長肌肉 因為這些給你營養都有很大的關係 很大的學問 然後呢 再的是 那個牛皮鹹 現在牛皮鹹不是很多嗎 然後呢 他本身等一下後面都會講到 什麼橋本師 甲鍾線這些 然後呢 後面性氣喘 耐性疲勞症候群 這些通通都有 很多莫不其妙的名稱 那你看看喔 我們台灣都有一個重大疾病的卡給他 因為你看比比較淺比較少 那你看看喔 這個數據很有意思喔 一百個人當中喔 一百人當中有四十五個人是癌症 有二十一個精神病 你不覺得這疾病太高了 有沒有 高喔 這是實際的數據喔 那就代表什麼 跟腎癌症候群 有沒有 然後呢 第三個就是叫 至極免疫疾病的症候群 這種五十一個 然後呢 在這慢性腎臟症候群 其他重大的症候群 你們這塊 這大家都知道的 可是這塊 你們覺得蠻奇怪的 有沒有 為什麼在這一百人當中 這三種族群佔著什麼的人 所以說這個就是跟大家講 今天這些課程很重要的一個內容 那這裡面剛剛講十一位 就是這個 這自己免疫疾病症候群裡面 有哪些類別喔 有哪些類別就是一個 就是肝道症 包括肝炎症有沒有 就是肝道症 然後紅外性腦腸 內蜂視劑關節炎 雞皮炎多發性肌炎 硬皮症血管炎 所以現在大家知道 這些就叫做 肢體免疫的疾病 你自己的免疫系統去感發 你自己的 所以這個就是你這個重大的傷病 那其實免疫系統是叫平衡 平衡喔 太高的時候 它去打你的皮膚 或者鼻炎有沒有 空氣咬咬咬咬咬咬咬 或者是皮膚炎或者氣喘 濕疹 結膜炎發混症 這些就屬於什麼 外外的那個 一直刺激你來說才是過敏 然後呢 再來就是自己免疫的 就是熱膜器關節 紅白現狼腸 乾血然後呢 殭肢性脊椎炎 然後再比較 水滴下的腦袋單子 有感冒啦 細菌性病毒啦 或者醫院裡面的系統 再去得到癌症 所以這樣都區分出來 一個是高一個低 就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講到 免疫系統有關的有哪些 像過敏就是因為你的抗體 跟抗瘾結合之後 造成組織的破壞 所以這時候會 癌紅腫熱發燥 然後呢 這種疾病就叫什麼 就是氣喘群麻症 皮膚過敏肺水腫 所以有時候你們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我是偏講說免疫的問題 你不要再吃那些藥 你不要只擦那個淚骨水的藥 你要把你的免疫系統安撫好 乖乖的 把你擦那些藥永遠都沒有用 你來不及那種破壞掉 然後呢 自體免疫疾病 免疫系統異常反應 破壞體內的組織跟器官 對自己產生抗體 侵犯你的胃 腸 腎 腸 心 肺 吸收多重的器官 然後呢 它有什麼疾病 像紅白腺腺腸 腸臉風性關鍵炎 腸尿病 肝肇症 腳腸性抗體 那接下來就會再講到說 免疫功能失調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過敏 這種自體免疫的疾病 免疫不全症呢 這就會產生刺激它一直發炎 所以造成動脈硬化 還有什麼 流產喔 現在都會動不動流產呢 也是跟自體免疫疾病有 然後呢 什麼叫乾燥症 肝臉症 還有人沒有口水 這是水乾燥症 然後呢 再來就是沒有 那個什麼 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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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破壞人體的類腺 跟脫衣腺外的外分泌腺 而引起了肝臉或口肝等症